接種疫苗需要出示小黃卡 有些餐廳也要看小黃卡 接著林家七星治上路之後 小黃卡又有新用途 林家七星治上路之後 符合資格的民眾 將不會再收到這樣的 居隔通知單 因此保險業者也延遲了 未來將會要求保護 來提供小黃卡作為理賠一句 最新政策17號上路 同住家人確診親密接觸者 沒有接種滿三劑 一樣要三加四 也就是說同樣能取得居隔通知單 這部分請領保險金就沒問題 若是接種滿三劑 則不需要三天隔離 直接進行自主防疫 換言之 民眾將無法拿到居隔單 來請領理賠 對接下來保險業者 理賠防疫險儘管會強調隨著疫情變化 業者自己要事實調整 當然這個部分是一個理賠的一個申請的 一個要件嘛 那要件那到底是因為整個那個配合 整個一個疫情然後政策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業者他當然要依照整個這個部分 要事實去做調整嘛 那到時候理賠需要什麼樣的文件 我們已經有請工會 他要去整理出來然後對外去做說明 對於新政策業者坦言 對保險公司的財務的確會有解渴的幫助 不過因為親密接觸者 都是由確診者自己來填些表單 會不會出現理賠的模糊地帶 恐怕還要儘管會做好配討措施 華盛華山李時劍台北報導